随着天上落下一把伞 有个神官缓缓落下 没错 这个拿着伞的神官就是我 我叫石颖 原本是空丧世子 小时候因为被人设计陷害 被带到九一山上修炼术法 师父要求我18岁之前 不能见任何女子 否则会有性命之用 听到这话我就觉得不妙 果然怕什么来什么 有一天 一名叫朱炎的女子闯入九一山中 也闯入了我的生活 她叽叽喳喳像个小女 按道理应该要杀了她以绝后患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 就是心软下不去手 还一次次救她 后来我收到担当九一山少 私命导粉 新职位 新气象 师父组织了一场比赛 给我挑选首徒 好巧不巧 竟是那个叽叽喳喳的女子 朱炎胜出 并最终成为我的首徒 我们度过了两年开心 还算开心的时光 日久天长 我竟然会觉得她有点不一样 这就是心中的感觉吗 但是我们这些做神官的 是不可以动烦心的 于是我自己去大殿领罚 并把朱炎赶下山去 带她临走之际 将我的预谷送给了朱炎 后来我在山上得知朱炎的婚事 我忍痛给她写了住婚术 但是总是心神不明的 后面我收到弟弟的来信说 朱炎要出嫁了 得知这个消息 我思绪烦乱 不知如何是好 恰好要去霍徒部调查娇人之事 便去下山瞧一瞧吧 恰逢朱炎逃婚 于是我就神散天降 偶然的一次机会 我救了娇人纸约 原来她就是赤府总管 也是从小陪伴在朱炎身边的人 但那又怎样 我可是先被朱炎叫了夫君 要不是因为我法力尽失 也不会有她救朱炎的机会 嗯 下次 我绝不会再让她有可乘之机 我和朱炎的结局究竟如何 通丧之难 是否能解 朱炎究竟何以成为我的性命之忧 咱们下回再说